謝謝蘇伊老師的介紹 謝謝蘇伊老師的介紹 今天我在搭個接貨車的時候 司機大哥就問我說你今天是回娘家嗎 我說是 今天是回娘家 我是蠻珍惜 而且我覺得我在國運的這一年三個月的服務 所以我蠻快樂的 然後對我後面的研究其實幫助也蠻大的 我在講這個題目之前 我必須要聲明一件事 我其實是來講故事的 不是來講很大的學問 因為蘇伊老師給我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其實蠻傷好心 因為我沒辦法講 講那麼大的東西 我只能夠對我自己的 這幾年做的一些研究 跟各位很多的分享 好 那我們第一目是 我們第一目是 首先我要感謝 感謝院裡面的老師 比如說我以前的指導老師 就是蘇伊老師 其實我今天講了很多的study 都跟他那邊一次過 那另外就是蘇伊老師 蘇伊老師其實陪伴我蠻久的 從我離開國賓之後一直到現在 他是一個跟我一起 合作非常密切的一個合作夥伴 另外就是國歌會 然後我們 變動健康醫院 維持在那個地方 當作我的一個 就是收藍的一個長律 那以及就是後來有到長哥 就是到高長區 還有百姓我自己的學生 好 那我來講 第一個我開始講就是 關於那個 QED在母乳在幾代學校 他在我們有一些 Human Health 在台灣的研究 那我必須要講一些話 因為我這次來講故事 所以我把時間大會到 就是2004年到2012年 那我們來講這個 講這個議題 我們要先從這兩本書講解 這個是我以前 在一面大學的時候 以前在一面補師班的時候 在看的書 一個是基金的春天 一個是 一個是 Science Bean 一個是 Our Story of Future 那這邊是講的是 環境恨美對環境造成的衝擊 那Our Story of Future講的就是 環境恨美造成人類 它可能會有一些隱藏性的一些 的一些傷害 那可能會會維持到 我們人類的一個疆難 好 那我們今天講到 我們今天的主角 就是 BBD 那 BBD 基本上 因為它的結構上 跟我們的 Cylo Hormone 譬如說我們T水跟TP 非常的像 所以說呢 當它在我們體內 常常被誤認為是一個核武 去感到我們體內的一些 跟一些代謝 跟一些反應 好 那 BBD 基本上 它只用在 繡化阻攔劑 那而且它在我們的 譬如說我們居家的家具 然後我們的電子用品 要包含像 我們用的一些紡織品 然後我們家裡的油漆化 或者是我們的建築材料 以及我們車裝裡面的一些設備 都是跟這種阻攔劑會有關係 那它目的就是要 混在一起 它是會把它塗到 塗到奈奈的表面 混在一起之後 然後它具有那個 岩石堅果的一個功能 讓它火災的發生 能夠緩慢一點 好 這個是它的主要的一個目的 好 那 我剛剛有提到 就是我們今天在講故事 所以說呢 我把時間拉到2004年到2001年 那當時呢 有幾個議題 必須要去知道 譬如說 第一個 誰是最高的一個PPT的副辱者 那我這邊有把描出來 就是 小Baby 就是 英文跟Toker 那那個在早期 EHP的配分裡面 他們有做一個Case study 那他們有個研究者 那個媽媽 他跟他爸爸是個上班族 然後一個小朋友是 嬰兒 大概是八個月 然後一個小朋友 然後一個是 大概兩歲多 在上班 然後他們就是 去做他們家裡面的一個study 他們抽選結果呢 去算他們提供的一些付入量 發現呢 竟然是小朋友的付入量 媽媽和爸爸的付入量 都要來的 這是第一個 大家可以意識到說 可能是小孩子是一個人 做到一個付入什麼 那接下來就是 也是一個 第二個是那個 EHP的Table 他們去看一下 那個媽媽跟丘倫的配合 他們之間的一個狀況 那發現說呢 媽媽的血液中的到 這個TPD的濃度呢 是明顯的比他的後一代 就是他下一代 這邊丘倫的血液的濃度 還要來的地方 那另外就是 一個澳洲學者Thomas 他去估算 譬如說像 TPD BD4799-100 跟153 他發現呢 他發現呢 小朋友呢 在嬰兒時代 他就有付入量 這付入量性的問題 但是高分是在2.6歲到3歲 那 結果會慢慢降到 並說到了成年之後 他的量子 非常非常的低 那這個後來有一個 結果跟他是相互相呼應的 那接下來 一個問題 就要開始理解說 那PPD的付入度 聽到的是什麼 那大家都知道 PPD跟PCB非常的像 因為他只是一個 含銹的 跟一個含綠的 非常的像 那這個時候呢 因為如果是PCB呢 他本來是90% 是來自於10%的付入 但是PPD呢 在做了整理之後 大家會發現一件事情 PPD好像並不是 像PC那個樣子 他可能來自於 我們環境付入的量子 他也蠻高的 特別是美國的Study 他做事有量多 幾乎 美國是在做事有量多 告訴我們說 他幾乎都會到達40%到50% 那 這個部分為什麼 我賣個關子 我待會再來提 這個我待會有數據給各位分享一下 那另外就是說呢 在那個就是E-West Recycling Area 就是那個廢電器回收的區域裡面 那有次有發現說呢 我們室內的PPD的一個 鋪路產生的那個 Deddy Intel 基本上 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有可能是 室內的4HC 可能是主要一個鋪路來的 那甚至呢 這也是一個美國的Study 他們是有發現說 Deddy Intel 是來自於 譬如說 Deddy Intel 跟Air Intellections 基本上都是對PPD的鋪路 非常重要 但是呢 我待會在新開設定會提一下 但是在目前 大家認為說呢 PPD的鋪路竹 主要可能是兩個 第一個就是來自於 飲食的鋪路 這個在飲食鋪路是非常重要的 那下一個就是來自於 室內的一個鋪路 那室內的鋪路可能就是規則 這個我們待會在這個問題 那接下來就是 在Invistro跟Review of Study裡面 它其實看到的東西 比如說 PPD基本上它是個 然後基本上呢 它可能會 就是我們的鋪路 那另外呢 它可能是 Andal Pantistrature 然後呢 它可能會 它是 Negative Impact on Theroid 跟Extrature 那你可以發現 它跟我們鋪路之間 它是一個複相關 以及它可能會 會 Damage 我們的Brand 導致你們 小孩子不有一些 那個 發展上的一些死法 這個是在Invistro跟Review of Study上面 會看到的一些現象 那到底呢 我們PPD的公布到底 會不會影響到Saricom 那這個 議題在當時 應該說當時 大概在 10年前 或者是在 那個 起碼年 整個議題非常重要 因為 因為 當時做出來的一些 Human Study呢 基本上跟 跟那個 Invistro跟Review of Study 它基本上的結果 是不一致的 在我們 Invistro跟Review of Study 都提到說 它可能是一個 Negative Impact 可是在Human 就常常做到 打拼的時候 它不是沒有 Sociation 沒有關係 或者是 他們之類的關係是正常管 我先講一下 我自己的Study 我Study 基本上 我發現 我們Cobra 的PPD 譬如說 153 154 跟183 基本上 它跟我們的一些 例如說 T3 跟Review T3 基本上 它是一個 固項管理 它基本上跟 MOS Study 是蠻一致的 當時我也有發現說 有兩片配合 一個是 那個 那個 T3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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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 那 現在呢 如果以現在的 資料來看 現在的 證問是正式 Human Study 基本上 它所得到的 就是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如果說假設 我們今天是 WestMule 剛剛是那個 是Cobra 所以我經典的是 是 摩魯化 那摩魯呢 它到底會不會 跟我們這個 Cyro Cuomo 會不會有什麼關係 那這個摩魯部分 就比較混亂 因為不管是我做的 或者其他人做的結果 以及目前的 MOS Study 它發現它跟Cyro Cuomo 之間呢 它的關係沒有到那麼好 不像Probao 不認得清楚 那我自己做的結果是 我發現說 BD154呢 基本上呢 它是 跟那些 像T3 或者像T4 跟Free T4 它是正相關 那BD199呢 它是負相 它跟 它是負相關 那 另外就是IGF1 它跟BD196 它是正相比較大 那跟BD185 它是負相關 那 這邊我要提出 一篇當時非常重要的一個期間 它是發表在Linrotas College 那是Costa跟Jordano這個貝達比學生 他們是共同發展的 他一篇Review Addict 他講了非常多 當時PPD他所造成的一些 不管是Salary Home 或者是Inworld的一些 發展的一些現況 那這篇貝達我昨天查一下 他的營用時速已經到達快700 那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期間 我當時也蠻多的東西是參考的 整理期間 那接下來就是討論的問題說 那到底我們從InVisor跟Invivo上面都看到一個 就是PPD基本上他會干擾到 小朋友的那個Neuro的問題 而且他們是會有一些體驗的效果 那在當時2012年只有這五篇貝 那其中呢 第一篇呢 第一篇他講的是School Shore比較大的 所以他測的一些結果 是有個正有個Foo 他有一些 有一些那些那個 一些語言或者是新聞的一些參數 他有的是正相關也是負相關 好 那另外的就是 就是另外就是這邊 Colisman這邊 這個DOTColisman這邊 那基本上呢 他所做的 他是跟我做的是 比較像的 我是用PaylinStream 他是用Paylin2 他的PDI 他的那個就是 信體無量指數跟MDI 跟動態頻率指數 基本上他都跟Paylin2 都呈現一個分享關 那另外呢 就是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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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tor 那這是一個西班牙的學者 那他除了做 Baylin2以外 他還做了ADHP 那發現說呢 他跟那個 Attention之間是有些關係 但是跟 HyperAgent體是沒有關係的 好 那其實 ADHD呢 其實很多的 Devel已經證實說 ADHD可能跟PBD 屬於什麼關係 在目前的 科學數據上 是可以看到的 好 那另外就是我自己做的Study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母乳中的 這個PBD 209 他可能跟我們正式 呈現這個相關 那他 他會跟我們語言 那另外就是 如果是Coprard的話 那我有發現呢 Coprard可能跟 就可能會跟 認識呈現正相關 可能會 跟那個 學習性行為 就是 Attentive Occamium 的指數會呈現複雙文 那接下來 你可以在講說 我們到底 PBD到底會不會應有 室內的House大致 是暫時的 導致它 一代的 比較不高的一個 Internal Dose 那早期呢 在那個 這邊 ESP的Table裡面 然後他有告訴我說 就是 PBD的 目中的農夫人 基本上 跟House大致 承認他們 出現一個非常明顯的 一個正常 而且它 這個Coreation 它是PSCoreation 並不是CBNR 那另外就是說 如果說 我們看一下 Human 譬如說一個 正常的 一個男性呢 那 它的 一些課本的濃度呢 跟我們的 就是 House大致之間的關係呢 可以發現 基本上呢 有一些 像 有一些 HOMO跟它是 成縣互相關的 有些HOMO是跟它 成縣正常的 好 那到底 那個 PBD呢 SERUM的PBD 到底會影響到 我們的SPAN PORATO 那 這個地方可能 各位覺得非常奇怪 為什麼會提出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是在 在當時 當時是只有 蘇貝克在提到說 PBD會影響到 生殖的部分 他講的是男性的生殖 對於女性的生殖 對於女性的部分是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我當時找到的一些就是 是想說 它是不是有影響 那對男性有影響呢 是不是對女性會有影響 那這個部分就讓我賣回 我待會會說明一下 我的研究了什麼 那這邊是明顯看到說 對男性基本上是有些 生殖部分是有些影響 那我今天要講得快一點 因為我今天準備了快100張 失敗 所以我講得快一點 好 那到底呢 我們從2010年到2010年呢 到底台灣的那個PBD的設備 到底做什麼事情 我這邊要講件事就是 台灣目前這個Human Head做PBD的人 其實不多 那那個 所以說我大概是把我的東西 跟各位做個分享 好 第一個就是 有四個東西必須要知道 第一個就是說 到底我們台灣的 母路中的PBD的破壞是怎麼樣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扣包的破壞是怎麼樣 判斷是多少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到底 PBD呢 在母路中 或者是扣包的裡面 它到底是跟一些 像我們的身體參數 像我們的Lifestyle 我們的Expension Level 或者是Lifestyle Human Headstream 有沒有什麼關係 這個是第二個 想要知道 好 那第三個是說呢 PBD的Levels 會不會去影響到 我們Sire Home 跟Post Home 裡面的IQ也不完 好 這個是想要知道 那最後就是說 到底會不會影響到 Neural的Demount 跟Citibular的 有沒有什麼關係 好 那這邊就看小朋友 這邊我聽一下 我喝口水 好 那 我當初207年 我去 屏東紀錄教院議員 申請IRB 那是 屏東紀錄教院議員 第一批的IRB 拿到一扇IRB的證書 那證書只有 其實日期 它沒有中期日期 拿到一個非常有趣的IRB證書 可是它在 兩年後就被影機收回去了 他說IRB沒有人發是沒有期限的 好 好 那我們的START的方式 基本上 就是我是Follow蘇雅老師的LAB的方式 一個是 我們SIMPLE SIZE 大概138 然後呢 我們是 收集是 要持續俘虜大概要6個月以上 然後時間大概是2007年的4月份 一直到2001年的5月份 好 那SPECIMENT SPEC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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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的附入 飲食附入 職業附入 手工品的 手工藝的4號 交通 蛋白有 有A到H 這麼多項目 那頓券它其實基本上是蠻厚的 的一點 好 那接下來就是COBRAD 就是收集COBRAD 然後 然後 增長完之後呢 它基本上我們就會有 兩個室館 送到檢驗哥去測 雜熱烘盆跟GOSOMO 那另外我們用學代收集 好 那學代收集呢 我們進行COBRAD 一個分析 等VPD的分析 那另外就是 增長之後呢 從大概從 兩個禮拜到一個月內 我們去馬馬堂下面 收集它的目標 其實我們母乳大概收了140幾個 那但是因為 有媽媽後續她沒有在 持續位置母乳之後 我們是有把它剃除掉 好 那最後使用那個 派輪的 屬於GCMAR 是屬性的分析 好 那另外這個就是BADY3 這個是叫做 BADY SCALE OF INFANT AND FORDER 裡面我們 12的DIC 它是D300 那一般的 作品就是用BADY3 那BADY3呢 它的側法跟傳統的BADY3 跟BADY3 跟BADY3 是不一樣的 那之前的BADY1跟BADY3 它是叫做BSID 那我們這個BADY3 它側了五個東西 一個是叫做 叫做 Pognitive 就是我們的智力 這是我們認識的部分 一個是Landuage 是語言 第三是Model 是動作 另一個是Social Emotion 就是社會的一個情緒 以及Adaptive Recapium 自己自己的行為 那Social Emotion 跟Adaptive Recapium 這個是給媽媽天的問訣 然後再會來去做分析 所以我們後來發現 配力的Scale的東西 它分成兩大塊 我們後來有做一些統計分析 我們發現一件事情是 這三個認知、語言跟動作 是由平常性的時報分測 這三個他們之間 如果你今天跑PCA 跟組成分分析 這三個會被你湊成一塊 媽媽天的問訣也會湊成一塊 這還蠻有趣的結果 這個其實是一個 其實這個問題 我超過其他做BADY的Study 沒有人有這樣子的分析過 這個其實是 我不知道是我們自己的生病是有BiOS的 但是它那個是臨床 兒童臨床心理師做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那個結果 從它就是 是2010到2010的一個結果 第一個就是 到底我們Habernet的 目中的Pro板是怎麼樣 這個是我們Habernet的目的Pro板 可以發現主要的看法就是 BD47153跟209 那到底我們台灣的濃度到底是高還是低 這個是低的問題 那我們發現說 跟其他國家做的比較 我們發現 台灣基本上跟人家差不多 沒有比較高 沒有比較低 但是明顯地第一個國家叫做美國 美國呢 我當時為了這個美國問題 我搜尋了很多美國的Study 我發現一件事也是美國Study 他們通常是比其他國家 目中的BBD能 大概高了20倍到50倍 那好不容易在於 因為美國特有一定找到一個原因 他們說 因為美國大概在1970年代 就開始使用阻攔劑 而且是消費會裡面要求一定要使用 所以所以說呢 他們使用 是他們室內的位置裡面 的那個BBD能量非常難高 這又可能是導致於美國 為什麼他的體內的暴露 搞出其他國家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那也說明說 為什麼美國他們會做出來說 我室內的灰塵的暴露 可能佔一種暴露量的 這個本來不是40到56的原因 那其他國家都沒有做出來那麼大 那我在辦公室 其實我有算過我們台灣到底 從灰塵跟飲食暴露到底佔多少 這個我大概會說明 這個讓我們先賣個關子 那另外一個就是 BBD他大概在2005年以後 所有的工廠他再也不製造 五秀跟六秀跟八秀的產品 所以你可以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當我做 這是蘇伊老師的Core 是200270到2001年 以及我自己的收集Core的Core 2007年到2008年 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他們今天的部分只有變化 你可以發現說 總量是降低的 可是呢 他在低秀數的部分 在比較早期的 在2000年左右的 他是比較高 在比較後期他是比較低 可是在高秀數部分呢 就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在那個像153跟209 以及154跟183 你可以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好像高秀數的 他的弩度變高 那這個是我們台灣阻染器的使用量 大概在2007年之後呢 他基本上他就是一個比較吃飲的一個狀況 其實我們使用量並沒有到非常大的高 那接下來就要看 他說他到底有沒有跟 Edge expression level 跟occupational exposure 有沒有什麼關係 我這邊做個 因為這個表 比較不容易看我 大概做個整理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那我們BlastMail的PPT呢 基本上他可能跟 Edge expression level 跟occupational exposure 跟那個 跟所謂的媽媽的 他的一個 他的一個 嗯 他是什麼 疾患是有關係的 好 那另外也是相同的一篇報 那我 我當時在看那個 就是Fish 跟Fish 看上去的時候呢 其實他們之間 如果單一看PPT呢 他是沒什麼結果 那我當時有個 我有個想法 我就是把當時 當時那個 在那個 母母上面 我們有測到那個 PCV的 的數據 PCV534 是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indicate 那我就把它當作分母 然後把PPT當作分子 去把它移除 溯完之後呢 他們的一些 的一些 的一些 隱私頻率呢 就這樣能寫住 其實這問題是 蠻多的問我說 為什麼要這樣做 其實 我也不知道 但是做完之後 就把它發表 然後 在期間上面呢 其實那個 review的上面 叫我多做解釋 說我 我到目前呢 其實還是 這個 待會大家可以討論一下 因為目前我還是沒有 很清楚說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 另外呢 就是說 那個 那個 bass meal裡面的PPT 到底會影響到我們 這些孕婦的一個月經 一個周期 那我們看來這個指標 一個是 平均的 平均的一個 一個mass cycle 的一個時間 大於 三十二天 以及 就是說 它mass來的時間 如果大於五天 或者是說呢 它的mass 一直到了十八歲以後 都還沒有固定下來 看著這三個指標 這三個指標 這三個指標是有關係 譬如說 如果是它的 域經動起來 大概算十二天 它算出來的 PPT濃部的勝率 就是 pass ratio 是比較高的 那 那 在那個 就是在那個 mass裡面有超過五天 我們也是有發現說呢 在 比如說在 一五三的部分呢 這個部分 它是有顯著的 以及就是到了十八歲以後呢 VG周期還沒有固定下來的 它們基本上在高壽數部分呢 我們是有發現說在那個 在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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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PPT它的射算比 是有比較高的 那 這邊看起來 似乎有點影響 就是說 PPT可能跟VG周期之間 好像有點關係 但是 我又找不出什麼樣的一些 一些那個 實驗上的一些論證 好 另外呢 就是我們看一下 bass meal QBD到底是跟 bass outcome有什麼關係 那我們發現說呢 好像小孩子 好像出生好像比較小一點 小一點 然後呢 比如說它的 他的bass weight比較輕 然後呢 bass length比較 比較小 然後呢 甚至呢 你看它的那個 頭位比較低的 甚至小孩子的 b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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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比較小一點 似乎它的那個 它的PPT的部分 是比較高一點 好 那另外呢 我們來看一下說 到底 Cobrard裡面的PPT呢 跟 Cobrard裡面的 宣布方面 有什麼關係 那這個部分呢 基本上 跟amron study是一致的 你可以發現說 Cobrard裡面的PPT呢 譬如像 BD154 153 跟183 基本上呢 它們都跟T3跟VT3 它是很詳細的 符相關 好 但是呢 T3 所以T4呢 基本上是一個正向關 這個是在pass 所以上面都是 就是amron study 都是一致的一個結果 那我們就 接下來我們去看一下 應該說 我當時 就 Cobrard這邊結束之後 我就想說 那我看一下 bass meal 裡面有什麼樣的關係 但是bass meal的結果呢 讓我們蠻疑惑的 就是 浩產 譬如像154呢 T3跟VT3它都是正向關法 那 BD199呢 跟VT4就是負強關 那H1呢 它跟196是正向關 它跟BD85是負強關 那接下來看NUNA部分 那這個是 那這個是 我當時投到BDH 去這裡是有一個 是有一個原因 是有一個原因 那我認為ZenT3 當時是想要投到 大腦的期間 我聖教授其實 第一次是被T3D 那因為我當時聖教授的時候 第一年聖教授 我當時是 戲編Versal Hourser 跟CodeBank Hourser 然後呢 其他的CodeBank Hourser 的T3D大概還 加起來Total 大概是16篇左右 那第一年被T3D 那第二年呢 因為我們學校的大腦 有跟我講說 你本來已經 曾經 就是已經 之前有發表過的期間 可能不適合當主任 所以我當時 趕快再發表 所以我就把他投到 BDH research 那 他很快就接受 接受了以後呢 第二天他就 激功以後一次來說 要收錢 那 那 我當初說 不知道他要收錢 然後我就一直沒有理他 然後他一直寄來 結果後來我發現說 好像要收錢 我才匯了大概 大概200塊錢錢給他 他錢沒有收很多 那 那這個 這個 你有發現說 在高秀數的 這個PPT呢 特別像 209 他跟 他跟我們那個 Povernetic 也是跟我們正式 是呈現一個 一個負相關 他跟我們語言 也呈現一個字 反而 跟196是呈現一個正向 那 209跟196 他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高秀數的 的PPT 他們的 牌量其實是蠻高的 那另外呢 就是我們看 Cobra的一個狀況 那 Cobra呢 因為Cobra 它是MOSITE的比較小 大概只有36個 所以我就把它切成兩半 就去看 那我有發現 Cobra如果說 他在Cognitive的時候 Povernetic 基本上都被他呈現的 甚至上 你可以發現說 幾乎都是 他都是農族比較高的 他的那個 認知分數是比較高的 生育比較高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 在那個虛擬性行為 就是Adaptive Detail的部分 反而呢 他是編導 你可以發現說 基本上都是 步入比較高的 他的那個 就是 適應性行為的 分數是比較低 好 好 那 以上就是 官員比較先 Human Study 好 那在那個 因為2017年之後呢 我 就是去合併到 那個食安所 所以我開始做一些 Dance Room 有關的一些 Study 那就是我 第一點的那個 科技部的 關於實驗的一個計畫 好 那因為去年來結案說 今年沒有很多的成果 我大概把一些 祝福成果 跟各位報告一下 好 那Dance一樣的重點是說 PPT呢 在歐盟 大概在2012年上 歐盟已經禁用了 那在2009年呢 市德克爾爾公約呢 已經把列為是一個 必須要強烈觀察的名單 所以說呢 開始呢 就是 叫做Novo 這個DFR 就是屬於比較 非PPT data 這些修化的主人機 變成市場上的一個 很瘋狂購買的商品 那 那所以說呢 因為全世界呢 NBFR的使用量 變得非常非常高 那這些NBFR 就像 DPDPE 它可以取代 DP209 就是Data PD 那如果是BPP 它可以取代 Porta PD 就是Data PD 以及呢 BEH TEHP 跟EH TVV 它可以取代 就是無鏽的 Penta PD 所以說呢 我當時都想說 其實我們台灣沒有這個數據 當然想說 會不會我們台灣這個東西使用量是不是也很高 所以我做了一些測試 那這些就是這些像 EH TVV 跟EH TVV 跟EH TVV 以及 DV DPE 以及 這些 函秀主燃機 它的一些發掘式 那 因為 既然函秀做了 然後 有一個東西叫做 DV 這個 殘率的主燃機 因為我看了很多大陸盃 他們使用力非常高 所以我 我順便把它做了 所以說 它跟我們殘袖沒有什麼關係 那做完之後呢 我們就發現說 它那個 雞肉啊 牛肉啊 跟豬肉 它測得到 可是測試很濃度 基本上 跟國外的數據 沒有很大的差異 那另外呢 我們就算了 DADDYINT 它到底 那個 鋪目的狀況主要 基本上 它的DADDYINT 算出來的 DADDYINT 其實并不到很高 如果跟PVD 比PVD 比較好 那 其實 很多文件事有提到說 目前 NPVR的使用量 有可能比PVD 高很多 但是 目前我們沒有找到這個證據 好 那接下來就是 開始來講環境的部分 那為什麼會從Human跳到環境 其實理由非常簡單 就是 當時在Human發現很多問題 但是我在台灣 找不到空心 就少過它 那因為我本身的 我本身在瘦博之旦去 有空心文 所以我就回去 想說回去做多看 環境裡面有什麼樣的問題 那環境 我們來看一下 像PVD 基本上 它是一個PUPS 它是一個 是有心有心管務 另外呢 它是非常 容易累積在我們脂肪 而且會在 會累積在我們脂肪裡面 那所以說呢 像很多的Human specimen 像 Gobrod Best Mill 像 像一般我們的靜脈群 Grod Zenta 飛碟埃子 基本上呢 都有發現說 它有一些 影響 而且呢 可能會產生一些不好的健康效果 那這張呢 是 就是 就是 去 去 鋪曬一下我們目前 繡化阻環劑的使用量 你會發現說 百分之五六十 都在我們的一些 所謂的叫做電子上面 譬如說 比如說我們家裡用的電子鍋 音箱 微鍋爐 然後或者我們家用的OBEN等等 它都會 再找行為 用到PPT 去 幫助它燃燒 另外就是建廠 這邊 加起來大概佔的百分之八十幾 那其他的 都有一個部分 那 另外就是 車子裡面 其實PPT的含量也蠻高的 另外呢 那個 印東大使 就是 室內的灰塵 認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 一個瀑布來源 特別是對小孩子 以及成年 那 如果說成年 他如果在工作場所 他瀑布量也蠻高的 那這個部分 我們大概會做個探討 那 另外就是說 PPT呢 其實在 在很多地方 譬如說像 一般我們住的房子裡面 公寓裡面 或者是 就是我們的 就是照顧中心 以及辦公室 或者是一些 測量裡面 都會測到它的存在 特別是 BD-209 那 209其實已經在這幾年 已經變成是 測PPT非常重要的指標 因為其他的 目前呢 除了歐盟以外 其他地方還可以再用 PPT的阻攔劑 那他 以石鏽的產品為主 所以 PPT的含量 BD-209含量會非常高 好 那另外呢 就是再來一點 澳洲研究他的發現 就是 基本上呢 鄉村跟都非地區 都非地區不比鄉村來的高 那 這樣 PPT呢 但是我看過 我系上有一個老師的 史達尼 他是做柴油引擎 燃燒 他的柴油引擎 他在柴油引擎 這邊也有燒出很多PPT 這個是也讓我們滿壓力的 那我們就要猜說 會不會是引擎裡面 他一定要塗一些阻攔劑 造成這樣 會造成這樣的影響 那另外呢就是 PPT的基本上呢 如果對於小朋友呢 他會有一些比較奇怪的新聞 譬如說 對於Toto的更新版 會有一個叫做 手抓地板 然後到嘴巴的形容 會造成 容易造成灰塵附露 那一般我們在做 recessing的時候 我們都會評估 小孩子的 灰塵附露的量 是真的兩倍 那另外就是在我們的 空調浴網裡面 灰塵裡面 有發現說 在那個室內灰塵的空調地方 如果說他是新的建築物 可能因為中央的關係 會導致於 跟舊的建築物之間的關係 他會發現它的PPT的海面會比較高 而且會到處非常多 那另外其實是 就是 因為我特別去做一個 就是那個 就是 彩色濾光片的一個 對 他的一個 就是 濾網灰塵的一個研究 這待會我會來做 報告 那 這邊可能 會有覺得說 為什麼灰塵 地板灰塵跟濾網灰塵 那 這個我大概會解釋 因為我熱護它們之間 是有些不一樣的東西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怎麼做 當然簡單就是 地板灰塵就用吸塵機器 好 那 因為我懷塵也是用 也是用吸塵機器 那 這個部分呢 其實我本身是在做 做環境採樣 在 做 我在做 國磁板的時候 當時我在 在 規劃這套採樣的時候 其實我 想了非常久 因為參考到 很多的Paylor 他們都是用吸塵機器而已 那本來要想用美國的報告 就發現那個難度非常高 然後 後來還是使用那個 就是 Paylor上別人常在用的 那個 就是 那個 Vacon 就是我們新的技能去做 去做吸塵 去做搜集Wizard的動作 那 溫塵採完之後呢 就要做 塞分析 就要分塞 然後 最後呢 把它送去做 GCMAX的一個分析 那 我 早期的時候 我只把它分成三個Sign 就是 就是小100 100Mesh 100到200Mesh 一起大於200Mesh 所以我這邊放了三個名字 好 那首先呢 我們先介紹一下我們 室內規程的一個結果 那我們做了兩個 可以叫做 Froad Dux 就是一般地板的規程 就是 它附著在電力產品上面的規程 那 當初 為什麼會這樣做 因為 當初其實 在做 HouseTask的 其實 大概有分兩 分兩項目做 一個是在做地板規程 一個是在做電器規程 好 那 所以說我們的地板規程呢 是有採13家 的家務 但是呢 我們分成的三成 所以它的多多生物在應該是 13乘以3 那 那一樣 就是我們 那家裡面收了 收了 Froad Dux 因為它已經會收 你的充音 Dux 所以說它們兩個是 配合的 所以說一樣 這邊也是分成三個 Ratium 變成39 變成39 那在我們Froad Dux 跟你的充音 Dux裡面 我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電器規程它是比地板規程 它來的高 但是不明顯 同性上它並不寫住 那它們Profit 基本上它們也蠻像的 但是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 如果說 假設把它分成三層 三個Flash 基本上它每個Flash之間呢 濃度基本上沒有產生很大的變化 但是呢 它們Profit也蠻像的 所以後來呢 後來我們CZ就不再做分層 我們就把那個最 最 就是我們就只有 過一個20Mesh的Size 20Mesh 就是 就是 力氣比較小 我們可以進去收集 那我們有看一下 Froad Dux跟 跟充音Dux之間呢 它們分部有幾個不同的 那你可以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如果是做兩個Fetal Nets 你看 發現低修數的一群 在Froad Dux這裡 做那個 組成分飛行的時候 可以發現 低修數的一圈 高修數的一圈 這是Froad Dux 那你的穿大體是一樣 低修數一圈 高修數一圈 這兩個其實非常像 那基本上 我們做Spinman correlation 我們也發現 它們之間的correlation 非常非常非常的 相位級非常高 那 所以說呢 我 基本上呢 後續的Study 我認為 你再收集一個東西 就是Froad Dux 就可以 因為基本上 它們兩個是非常像的一個東西 那另外呢 是 我們做完了灰塵之後呢 如果今天要 你要對一個 家庭的成員 進行風險的顧問 你會發現 裡面空氣的資料 是不夠的 那在當時呢 那個情況點 在當時那個環境 大概在2012年 2013年的時候呢 很多人都說 那個就是叫做 叫做 灰塵的射入 是比空氣的吸入還要來的重要 在附路圖性上面 但是呢 沒有很多 paper 去證實它 所以我當時 我當時就做了 就是做了 還有indoor跟outdoor的一個 PPT在空氣中的一個含量 當我們有發現 indoor是比outdoor還要來的高 那這個 它的採量的地點 是在rural 是在槍住地區 所以它 受到周遭空氣的干擾比較少 我們可以發現 indoor 比outdoor還要來的高 這個是 因為我們室內 有使用很多的PPT的產品 所以室內的 比室內的室外高 是正常的 現在很多研究也是做出來 是這樣的結果 那我們就按照 我們這兩邊 paper 就是上一邊是做 做那個 house dust 跟這一邊做那個 就是 就是house indoor air 我們一起把它算一下 它的那個 我們算出來之後 我們發現說 coder 它的那個 譬如說它如果是來自 indoor air 你開的水 它比例其實 並沒有很高 你會發現 主要忽然 也是來自於 indoor dust 的一個攝錄 那它的total 的一個 non-diagric intact 它其實比例非常高 當我們跟成人的 男性比的時候 他們相差倍率非常大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就有發現說 是小朋友呢 其實他在家裡面 鋪鋪量其實非常高 鋪鋪量其實非常高 請給各位解釋一下 你如何區分 什麼是indoor air 一個雷型 怎麼樣 你怎樣去區分 你這個sores 這個是來自你空氣採樣的一個結果 那這是來自你區的結果 這是來自你區的結果 然後再去算它的攝錄率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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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能是C多少量 然後它VD 它進不到停電量 大概是多少VD 譬如說 趕進去 吃嗎? 吃進去的 應該講習 不好意思 如果是澄清就讓你吃 所以會才用吃的 空氣又吸的 是 請問需要知道這些小朋友 他在手上有去兩側這些寡敵的嗎? 還是直接討好壞的這些寡敵就有 是不是有可能 對 他主要的寡敵是來自美國EPA的風景 比如手車 但是有一些東西 譬如說小孩子在室內待多少時間 這是台灣的數據 譬如說台灣 譬如說我們的國健組 他會去調查說 小朋友幾歲到幾歲 他待在室內的時間大概是多久 這個數據是台灣的數據 但是有一些 譬如說一些生物量 然後或者是私灰塵的量 這個量都是國外的一個數據 正確年齡嗎? 是 他會有一個可以增長 可以去做計算 是 解鈴珠老師 他有本土的 是 Handy Mouse Bust Intact 等人的數據 是有一個很好的 像將後來再一起 解鈴珠老師 唯一的容器 他就放好大功能 所以你的呢 Directory Intact 就前面有講 是 是 因為一般皮膚的吸露那個部分 我沒有做的 所以我當時就是只有算 呼吸進去跟自己試去 就這兩個算數 另外就是 利用我們的這個東西 Poza先計算他的 non-dent service 那你可以發現說 譬如說我算了 DVD 153 209 4799 153 209 那這個算數的結果 基本上跟 我剛剛看到一篇 Thomas的一些 他的結果是一致的 他也是一樣 就是 Baby的時候 他會上升 最後會不斷降到 他成功的時候 他的結果是一致的一個結果 這個MG非常非常非常小 那 我的一致是有 是 他非常的小 對 非常非常的小 是 而且他還要是用的 老師是指的是哪個 用的 他用的是Nuro 因為IRI上面只有Nuro在影響 所以他說 找到 它會有 如果譬如說 要是 Bizim 這其實風險都蠻低的 那另外就是關於職業服務的部分 就是有一家公司不能夠說他是哪一家公司 但是他有陸主場跟談人場 這家公司後來被你家公司收購了 這家公司他看有三個產品 當時我會去做這家公司的原因就是 第一個是我做的那學人士在征服 剛好有機會可以進去做材料 我們就進去做了材料 然後也順便解決他說這個問題 是不是很高要解釋出為什麼要用AirFieldDust 一般我們知道我們的HouseDust 一般在那種工作場所裡面 其實他們每天都會騎你 所以HouseDust它基本上 它所代表的一個代表 空間的代表率呢 代表性基本上比較不夠 可是那個AirFieldDust 它的長子一定比較長 它可能半年一年或者比較輕鬆就是一個月 所以說我們當初是想說 這樣一舉可以評估一個室內比較長的一個 可能庫路風險 那也有 當好也有一篇期刊 它有提到說 就是那個AirFieldDust 大長到體內的一個 就是一個生物的一個利用率是多少 所以我們剛好利用這個結果去算一些 算一些複路風險 那為了做這個 做那個Wordpress 我們找了幾個場所 第一個就是牙醫診所 第二個就是我剛才的家喻的診所 另外就是辦公室 辦公室就是那一間 彩色綠光片的工廠裡面的辦公室 我們採了八個辦公室 以及他們的五層室 那這個結果其實做完之後 讓我們蠻訝異 無層室的量真的非常非常高 學生進去採用的時候 都要穿那個無層室進去採用 那做完之後呢 學生就問我說 老師那好高喔 我說那你就知道 無層室是保護那些產品 不再保護人了 那我們可以發現說 我們可以發現一些結果就是 當辦公室他使用蠻多電腦的時候 他基本上跟牙醫診所非常像 牙醫診所基本上他是個小型的手術室 他其實有很多器具 但是呢 我們做了這麼滿牙醫診 家喻醫診所的 那個BVD的負負量呢 並沒有 他總量並沒有比牙醫診所來的低 反而是家喻醫診所比較高 那我們就按照這樣的結果 我們這邊就算了 譬如說 家喻醫診所 牙醫診所以及 我們那個 那個就是辦公室的 那個 整個顧給他 他所承受的 一些負負風險 那這邊為什麼沒有 沒有算無層室 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 負負量真的太高 第二個是無層室大家都算 無層室進去 基本上我們認為 他那個地方 要負負進去很難 那我們可以發現基本上就是 可以看到我們算了 就是 The Intex 跟Non-Tensor Race 跟Tensor Race 那 明年一看就知道 風險都非常低 因為 因為Non-Tensor Race 它都小於1 然後Tensor Race 它也小於0.0 它也小於1層10的負量 它風險都算是比較低的 那接下來就是 我們去做了一個汽車拆解廠 那因為在很多朋友都說 E-West Recycle Plant 就是我們的廢電器的回收廠 它的PPT濃度都非常高 那我們特別找了 四五家的一個拆解廠 我們下去看 那我們有發現說 譬如說Indo跟Outdoor 你可以發現說 我們這個Indo的濃度 是比Outdoor還要來的低 那我們推顧是這樣子 是 因為台階廠 擴充廠都在路邊 那有可能是受到交通路人的影響 就造成了這個影響 跟他們兩個之間的濃度 是沒有什麼差異的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Indo跟Outdoor的關係 以及日間跟夜間 當初在想說 如果夜間 如果說公司關起來 是不是它的室內 它的PPT濃度會變得比較高一點 這個是Indo跟Outdoor 你可以發現它基本上 他們兩個之間 他們的濃度差異是不夠顯著 那Indo跟Day Thai跟Nine Thai也是一樣 看起來Nine Thai是比Day Thai還要來的高 可是他們之間的濃度並不顯著 所以說我們就做了組成分析 我們會發現說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會發現一件事情是 如果說我們假設今天看Indo跟Outdoor的時候 我們發現 Indo它基本上它是矩成一圈 Outdoor它這裡是矩成一圈 它基本上這裡好像 相關性沒有到那麼好 那我們自己做出來Spineman的 Dorrelation 基本上它很帶子不好 所以我們認為說 Outdoor可能有受到前兩萬元的一個影響 受到四單元影響的機率 可能的比例沒有到那麼高 可是當我們做室內的Day Thai跟Nine Thai的時候 我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Day Thai跟Nine Thai其實都聚集在一起 他們兩個是在同類組織裡面 他們相關性非常高 而且呢 它跟幾個商品的阻攔機 譬如說像 八秀跟十秀的阻攔機 基本上呢 有可能是目前我們台灣氣增業主要用的一個阻攔機 那另外就是關於那個 PM2.5的PPT的一個Level 那我們今天是採的 是剛好是用 Farmouse的空氣設戰的一個結果 因為Outdoor是用環保署空氣設戰的 那Indo是使用那個 環保署他每年都要去定期去做一些巡檢 試驗的巡檢 所以說我們是用Indo是用 也是用巡檢的 巡檢所有的結果 去做一些 去做後續的一些計算 跟分析 那當初在做Indo跟Outdoor的時候呢 其實呢 Indo跟Outdoor 就是PM2.5幫點PPT的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的paper其實非常的少 所以我當初在寫這個paper的時候 只有參考到兩天 是有相同的 它有做到PPT 它有做到PM2.5上面PPT的一個含量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我們 譬如說我們把空氣 跟Outdoor測量變成Urban 就是室外或者是工業區以及鄉村 Urban,Industrial and Rural 可以發現呢 那個Industrial它的一個濃度是比較高 那因為這個測量的數據呢 因為我們傳統 我們環保署所用的PM2.5的採樣器 它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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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所以我們必須要喊BiPad這端數據再一起看 那目前台外的結果 我私認為這個數據呢 就因為那個可信心 可相信器沒有變那麼高 我覺得那個Urban的濃度不應該到這麼了 可是它測速的結果就這樣子 那另外呢 我們就是將平時綜險的結果 比如說像Library,像Rail Station,Department Store,Albase,Hospital跟Supermarkina 這個E就是我們把三個Library的一個室內的PoA-Lio和Builder 把他攪拌在一起去做個測量 那Supermarkina基本上是N2就是六個場所的 那做出來的結果是這樣子 那你可以發現其實高高低低 可是我認為是高高低低呢 其實是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他的生活Size不夠大 那我必須說明一下 這個Library他測的速度非常高 我們當時Department有PoA-Lio的問題 所以我們找了一些數據 那個其實沒有找到Library相關 可是我們找到一些Museum 博物館的數據非常高 他們就他們推幅說有可能是來自己繪畫 或者是一些早期的書籍裡面 所參考下來的東西 那最後第二項就是我們講Elementary School 的一個Texman的Dust 那我們在小學的教室裡面呢 我們除了測PPT也要不買 還是測了修化大學生 那我們就發現說PPT跟修化大學生 之間呈現一個非常相關的一個線性的相關性 那這個R2到達0.7幾 他們兩個的相關性非常非常好 所以說呢 那有些學者會認為說呢 PPT會延伸出來一些修化大學生 那的確我們也找到了這個correlation 那當我們去做小學的一個教室的時候呢 我們做了一個叫做一般教室 電腦教室 那一般教室呢 他如果按照 譬如說他從四秀到十秀的一個分部呢 你會發現這個分部基本上 跟四年會成分部是非常的像 可是那個computer test run的結果 你會發現說可能跟 你剛剛看到這個無神室啊 或者是那個牙醫診所 他們是屬於那個電腦搜尋量比較高的地方 他們的Profi就非常的像 那接下來我們對於小朋友 因為我們有家裡面的大使的數據 也有class minute 的大使數據呢 我們就可以對一個小朋友 他一天的 他在家裡面到學校的去做一個風險的退步 所以說我們做了deleteintect 以及uncancel risk 跟tancel risk 那這邊是有列修化大學 因為修化大學我們沒有家裡面的數據 我們只夠做小學的 就是住在部位區的學校跟住在鄉村的學校 那看起來好像住在鄉村的學校的負物率比較低 那鄉村的結果這個風險指示器都蠻低的 那tancel是哪有tancel的 他也是 tancel 對對 他也是退步是在neurore的部分 IRIS都只有 uncancel的那些都只有 都只有退於neurore的部分 tancel 它是對嗎 不是不是他 他上面只有寫說他是針對於neurore的指標 這樣就算了 他的cancer slope 那 那 那 接下來就是一個問題 說 我們已經知道小朋友的曝露是多少 因為小朋友的曝露呢 以目前我們台灣沒有任何的飲食資料 是針對小孩子的 他飲食的一個 PVD的曝露的狀況 所以說我們就特別去算 特別去算 如果是小學的教師 他到底服務量是多少 那我們算出來呢 小學的教師呢 他如果在教師尾程跟居家尾程 他一個大概是1.86 就是教師尾程 居家尾程比較高 大概6.47 他算出來 total的 那個DAS1.8 大概8.33 那這個是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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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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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直接 拿來引用 然後拿來做起訴 可以發現說呢 如果是小學老師呢 他來自於 印度大使的普通 大概占12%左右 total的 攝入的 攝入量度 所以說 我們覺得 來自於 灰塵普通的這一塊 對於台灣的人 是屬於比較低的 就是這裡 就是這個結果 那另外就是 這是最後的故事 因為已經45分 我趕快講快 這是一招船叫做 海鹽5號 這招船 可能大家會覺得 奇怪 我怎麼會寫說 The final adventure RV5 R5 Thank you 我的時間是 不當是幸運還是不幸 我時間參與了 第一次採樣 第一次的出航 跟最後一次的出航 那我們 我們第一次出航的時候 我們投了邊Table Table Table主要是 看好我們台灣 就是雷兵聯海 這個區域 的一個 Pox 的一個 濃度的結果 那我們 我們講一下 我們大概是採這個區域 他是在 他是在 他就是在2012年的 11月1號 就是從岸底港出來 然後大概11月6號的時候 就是回到我們的小島 小島 這樣子 他總共跨了大概六天左右 那這個是船上有採樣器 另外陸地駕在我們 駕在工學 駕在工學 就這樣子 那 當初的航向是 這邊是去 當初是要這樣子去 這樣子回來 後來好像因為海上關心的船長 決定要從這個地方回來 那因為這個地方 八點檳海峽 剛好是 剛好在9月多10月的時候 那個什麼 好像是東港 董大心套被槍擊的地點 就到這裡 所以當初那個 我講的 大家可以當中消化題嗎 當初那個船長跟 船上所有的傳言說 要走這條路線的時候 他也都反對 因為那個地方是槍擊 槍擊的地點 然後他們就問船長說 飛面的海軍都是白電式海軍嗎 完蛋 本來就變成海盜了 然後他們就問船長說 你有準備多少錢 他說我準備2萬塊錢 他說大家想說2萬塊夠啊 60萬台幣啊 說不對 是2萬台幣 他們就這樣子就回來 就很順利 那我們做了什麼事情 我們其實做了 我們採了17個代曜星 就是17種代曜星 12種PCB 以及6個PCD 就是另外一種 含氯的阻攔鏡 以及3個消化代曜星 以及5個PPB PPB是早期的一個消化阻攔鏡 以及14個PPD 然後 就是空氣種 對 就是空氣種 然後我們做完之後 我們就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被發現說陸地跟海洋 海洋濃度真的非常非常的低 可是它陸地跟海洋之間 他們的PPB都非常的像 那特別是在 當時是東北激風氣的一個狀況 它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像的 那這邊為什麼會被接受 這邊其實沒有什麼 就只有6天去海上到哪裡 然後就回來 那為什麼會被接受 原因是在這裡 因為 它是全世界第一個海洋上面 有消化代曜星的數據 其他的研究都沒有做過這一塊 也是第一個有PPB的數據 那其實我們台灣的濃度 巴之海的濃度 並沒有特別的感好 然後另外就是在 你可以看到 PCD也是全世界第一次有它的濃度 那PCB跟PPD呢 基本上它呢 它呢 有 有 有 海洋大激重 有它濃度的配合非常非常多 剛好我們那個 正修科大那個 方立行老師剛好有參與到 他們有一次去 去南京採量 他們有去採一些 那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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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石才可以周圍 藉了大便 汗跟泥土 回來做分析 他們也做了 跟我們做了 滿類似的那 那幾種PASS的結果 其實這一邊也沒什麼特別的事 它特別在於它是南京 所以它才可以接受到 那最後就是這一站 謝謝各位